中共从3月中旬起宣称疫情趋缓甚至多地零确诊 同时将病毒来源转嫁国外 台湾感染科权威医师李炳莹认为中共的数据可疑 香港大律师梁家杰表示中共驱逐外媒记者 是为了阻止疫情的真相流出 从武汉爆发的中共肺炎 世卫组织3月11日宣布全球大流行 但中共接着却声称确诊病例趋缓 许多地方所谓零确诊 20日不少媒体报道 意大利死亡人数超越中国的消息 台湾感染科权威医师李炳莹不相信中共数据 有人把它叫做是魔系的防疫 魔鬼式的一个防疫工作 所有的人都要先知行动 以前有那么大规模的一个确诊数目 现在突然归零的确是蛮可疑的 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 中共外交部以报复为由 封杀驱逐美国多家媒体记者 香港大律师梁家杰认为 真实原因是阻止报道真相 中共宣传热炒援助物资给意大利 意大利政坛与民间则驳斥 物资是自己花钱买的 欧洲国家最近纷纷锁国扮锁国 李炳莹认为欧洲这次警觉不足 原因包括没有向亚洲经历了SARS经验 以及受世卫组织误导 WHO那个干事长讲的话 当然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觉得很多国家就相信他 意大利依然就是相信世卫组织的讲话 就是说我张开手臂发引中国人来往 结果他们两个都就变成 先后变成第一个第二个 严重沦陷 WHO亲共的说辞陷入尴尬 美国福斯19日报导 WHO1月14日发布推文 引述中共卫生官员称 中国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明确证据 然而中共当局在这之前 已经知道人传人 福斯问WHO是否相信中共数据 WHO没有回复 新浪台电视 池千里 江同旭 台湾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